水宝区华联分局主办的光复马特安吉利坛周边环境改善工程获得台湾工程卓越奖之后 代表台湾出在法国参加有不动产届奥斯卡之称的全球卓越建设奖 以农村再生工程节生态防灾文化及景观的设计理念 一举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奖殊荣 不只水宝区华联分局连地方也予有荣烟 追途保持局华联分局吉利坛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代表台湾参加第三十届全球卓越建设奖 在全世界上百件的参赛工程中 获得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奖 将台湾农村再生工程再次推广到全世界 世界不动产联盟其实它是联合国社经委员会 它是属于NGO的一个重要顾问的单位之一 我们是以台湾来当作我们是一个申请的单位 然后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世界上知道 其实台湾的公共工程它真的是有在它的水准之上 位在光复乡马锡山山脚下的吉利坛园区 青山绿水不仅如湿如画 水宝区华联分局工程单位 将在地阿美族巴拉高生态捕鱼的传统智慧 融入在现代农村再生的公共工程里 让园区智山繁洪 灌溉 兼具生态文化 生活景观 多功能也多样化 令国际评审计赏 素有不动产届奥斯卡支撑的全球卓越建设奖 这一届台湾以三金八银的成绩横扫全球其他参赛国家 其中以光复吉利坛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奖 殊荣的水宝局华联分局 已是第二次在全球卓越建设奖上夺金 分局长陈淑源将一切殊荣归功于花联各界齐心努力的结果 不仅肯定花联营造建设水准不输习不都会地区 也向全世界证明了台湾营造建设的高超实力 记者时遇能光复采访报道